按下开始键 然后就是令人窒息的9分钟 进入 下降 着陆 简称EDL过程 一切顺利的话 经过气动减速 散系减速 动力下降 着陆寻视器的速度 将从最初约4.8公里每秒 减速至0 与中稳稳的登陆火星 应将平安的信号传回地球